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陌生的城市啊 这个城市对你来说虽然陌生 但对于我来说 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哥几个 今天我把你们叫来 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 什么事啊 不会又是大麻将吗 那得行 咱俩车 不是 我想去大城市里面闯一闯 你们有没有想跟我一块去的 大城市有什么啊 在家待着多好啊 对 要求你去 傻子才去那地方 老三 你老大不想呢 你自己来主意吧 我已经想好了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去 那我先自己出去闯一闯 等等 三哥 你现在就给我走吗 等一下 我们收拾这送送你 对 好兄弟 最后陪你的还有几块 行了 大哥 二哥 对 我们就送到这吧 哎呀 伯弟 那个大哥调价也不怎么样 刚满猪子还剩了几十块钱 你也别先少 大哥 你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 你拿着 不要 你拿着 别先少 别先少 前两天二哥刚把家里的粮食给卖了 来 这些钱你拿着 二哥 你的钱我不能拿 你拿着 拿着 拿着 谢谢大哥 二哥 三哥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什么钱 身上最值钱了 也就这部手机了 你拿着吧 这部手机我不能拿着 拿着 三姐也拿着吧 出门以后我们也靠联系 然后大哥 也不怕你去 行 感谢你们 三哥 你的兄弟 我一定会闯到没拿回来的 行了 兄弟们 你们先回去吧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行了 你快别停吧 好的 不走 你先去附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吧 别惯我了 我去找一找我当年的兄弟们 好多都是的 为什么你看 我只有现在 没闭上 你的 vocêyäter す不是伤伤 你没长� 滚 tätä 现在这不是阿 communion? 多虽然怎么这么对我 难道我没认出我来 老板来碗面 好嘞 马上动 好嘞 面来了 二哥 三弟 三弟 是你吗 二哥 快动 三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不是说联系我一下 这五年我在外面经历了太多的风雨 但是我一直惦记着你们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这两年开了个小班吧 倒是也吃喝不愁 我呢 就做点小本生意 倒是阿航的这几年困到风生水起 他有两三个月没有联系我了 可能是他最近有点忙吧 人家现在混好了 咱们也高攀不起了 我今天在单间上碰见他了 虽然我含心的是 他经常讲到我不认识我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咱们这过多年要顺利情义 难道他都忘了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二哥 咱到了吗 哎 哥 郝总在吗 早前又有一堆人来咱们公司闹事了 他们把郝总的车也开走了 公司能拿的都拿走了 还有 咱们公司已经三个月没有开工资了 您看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妹主就这样吧 老四你能不能不喝 能不能振作起来 喝就有用啊 郑总 我已经破产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郑总还要用吗 老四 别忘了咱们还有兄弟们 不行我能拿到老三打电话 老三在外面混得应该也不错 不行我现在就跟老三打电话 三哥已经回来了 我在大街上看到他了 我不想你烈到他 阿豪现在混蛋了 忘了咱们这些难兄难弟了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 老四 他兄弟之间不讲那么多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大哥 外面不如家里 三哥混得不一定好 我不想才拖累他了 阿豪 出来 阿豪 阿豪大哥 老三 这桌子也怎么回事 老三 你可能不知道 阿豪的公司在一个月以前就破产了 他现在不在这里 三哥 你怎么来了 我不想连累到你 刚才高丽在门又来了 又是摔又是砸了 你们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俩 还不当不当我们是兄弟了 阿豪怕连累到你们 所以没让我跟你说 别怪大哥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前的兄弟情意了吗 没有忘记 三哥 我知道你在这里赚钱不容易 我真的不想拖累你 你三哥我在外面混得并不差 大哥二哥 别愣着了 把老四扶起来 嗯 走啊 哪里啊 大哥 去我公司财户 请往贷吧 兄弟们 咱们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了 阿豪的公司现在也恢复正常运行了 咱们跟几个好长时间天喝酒吧 嗯 咱们好请我们喝酒 好就是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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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